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那你千万不要 因为凤德吴这个笔竹是一个人品中的始祖 它是出唐时期的族 如果他给你做一个碗的一个高圈族或者做一个金飞族 那你就不要 所以 张冠礼贷 张冠礼贷 再一点 这是刚才那几点 刚才的ABC第一 五个方面 都是工艺上的差异 再一点是烧成工艺的不同 烧成工艺的手段上的不同 磁吸的显身效果不同 由于现在 它是用现代的工艺烧成的 所以颜色很白 颜色很白 白的就像现代词一样 白的像现代词一样 而且白的很纯净 一点杂质也没有 一点杂质也没有 一点杂质都没有 这叫白的 没有一点杂质 白的没有一点杂质 白的没有一点杂质 那么 这一类的作品也是讲的 也是讲的 因为 初唐时期的 白又要是北东水人 台体致命不致命的问题 他来了办的 你一货就住 所以手感的相对轻一点 九十年代冬季以后 也加重 加重了分量 所以没有真凭那种舒服感 没有真凭那种厚 那个手感比较实重 那个这个实当的那种感觉 所以这一方面 综合起来看 我们这个形状次期的鉴定 还是有可能的 还是能够把它 把它辨别起来 大家总之 这个回去 这个思考以后 就是把它综合起来 哪几方面 哪几方面看 然后把它调理化 第一看什么 第二看什么 第三看四看什么 那么这几个方面 都把握住了 我们这个 行状次期的鉴定 就打下了一个基础 因为今天 时间也不是很多了 所以我们呢 林天讲五大名谣 林天讲五大名谣 从定谣开始 从定谣开始讲 但是现在呢 这个宋代的 最著名的谣 大概一般有十个谣 十个谣 我跟大家 问大家写一写 问大家写一写 这十个谣 四大名谣 你看这个 你看这个 晋 乳 酸 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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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个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七个 八个 九个 十个 十一个 十一个 十二个 那么这些 都在宋代集囚当中 就是非常优秀的 非常有名的 但是我们这次学习班可能时间不够了 时间不够了 他是讲那个从明天起啊 讲那个极大明了 大概时间没有多少 没有多少呢 我们能讲多少讲多少 还要讲明代的事情 清代的事情好像是别人讲 那我讲明代 明代呢讲明 主要是吕成龙呢 讲的明代的彩詞 我呢讲明清花 明代的清花 红武永乐 宣德这个 现在我在跟那个 中国历史国务馆的 中国历史文学研究啊 宋战的时期呢 在中国的陶制史上 才有最重要的 举出亲重的地位 它的供应成就啊 奠定了我们 这个人民清持出的基础 而且宋慈在世界的影响 在世界的影响啊 也大大的超过于常待 所以而且 这个宋慈 在艺术上的造就啊 那艺术上的造就啊 会所属空前的 会所属空前的 真正有文化涵养的人 文化涵养的人 真正有文化涵养的人 手上瓷器是重视 而不大重视于其他的 不大吃也重视于其他的 这是有权的 但是呢 文化涵养不太高热的 最重视的那个 文化涵养的瓷器 所以那个 现在呢 是因为有一部分的资本家 愿意投资 所以呢 这个文化涵养的瓷器 特别是清代的瓷器啊 现在价钱还在 不断地上扬 还在地上扬 但是宋慈呢 已经慢慢地划起 多年人一来 宋慈一直是 难据到中国持续 这个艺术品价值 那种 非常高的地位 但是近几年呢 有一些衰退 但是呢 这个 外面也得商量 其实如果一个 有远见的 艺术收藏品 收藏家里呢 着眼于宋慈 还是很有地位 现在就是欧洲 欧洲和美国 美洲地区 收藏区器还是重视 这个 宋慈 你像耶稣大学 这个 哈佛大学 他们办的那个 陶瓷的展览 总统的艺术品展览 都是以宋慈为主 另外日本办的瓷器 大多数也是宋慈 大多数也是宋慈 日本不大搞 明清瓷器展览 但是现在明镜瓷器 这个是明镜香港 台湾有一批 原始的家 新兴的收藏家 他们愿意收藏 愿意收藏那个新职 其中呢 就是希望我们那个 东安市场的那个 郭炳香 这个郭炳香啊 以前呢 它是不收藏的 不少收藏的 这个 现在呢 郭炳香已经在香港 在这个经济记录下 里面存在首位 他这个 这种 买电器 买多数 买点 新兴的 新兴的这个 郭炳香 他呢 这个喜欢收藏 他的收藏 他的收藏 跑到那里 回前面去了 他每一次到 跑里家扔前面去了 不快 北京来 让我陪他去参观 让我去看 他会很清晰 很清晰的时期 所以清晰的时期啊 经常他的公益 所以呢 下车就送死他 很责心的送死 下车就定不定 把定不定 这个 这个 宋代时期 前个朋友们 简单介绍得了 宋代时期的社会 和宋代时期 艺术成绩的条件 宋代时期啊 这个赵匡英呢 960年 在城桥 在台风的城桥仪啊 把这冰变啊 横横加深 在他们盟室造福的 这个建议下面 那么他们看到了 横在后期以来 班政国序 军阀混战 给社会带来的灾难 给国家政权带来的危害 所以呢 赵宽英呢 他一直采取的政策是 六文一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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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他是这个 员一字 支持这个文官 文官 拔展文化 提倡教育 然后呢 一五是 一字 一字的一个五是 这个 对于将领呢 他是采取的 兵长将 将长兵 所以 如兵政策 实行如兵政策 所以整个宋头这队啊 他是没有出现一个 人争善战的将领 人争善战的将领 孔帅大军的一人帅 他自己本人成一读书 他自己本人成一读书 读书 所以 他的蒙师赵府这些 也都是 秦统那个 文史 这个 这个文化的 非常好 所以宋代皇帝 各个读书 宋代皇帝 各个读书 但是要看宋代的武将 那就各一个比较糟糕 你看那个 看我们看 唐上的戏啊 是非常好看的 唐上的戏非常好看 就是 这个代表唐 唐军的打 打败群木啊 打败土官啊 打败西域啊 这些啊 那是威武雄壮 这蛮整分人性 但是宋代皇帝的整体 宋代一看来 就是 就是这个 白岁老太太 白岁老太太出来 这个 整路 整不动 把他也当 统帝人帅 这个 图真打战了 一群寡户 哎哟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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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归惨惨啊 那个 其他 那个 看着 雷净破了 看着 这个 就 低下头来 怎么这个 国家是这样啊 一群寡户的 什么 蒙古英啊 什么 杨八姐啊 这个 这个 杨家教的 那个 武将一出征 出征就被打死 出征就被打死 要不就变了 俘虏 哎呀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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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这个 这个 这次赵光英 是写了六文银武政策的结果 那么 所以 赵光英呢 他对当时发展的经济 是有什么办法的 他的经济啊 超过了这个唐朝 是整个社会基础 上了一条 在中国社会发展上 上了一个情绪坎件 因为农业的发展呢 在中国人口第一次到达 到达一亿的时候 宋朝区第一次到达一亿的时候 而且像 北湾以上繁华的城市 北湾以上繁华的城市 在宋朝区前 你看 就开封啊 开封 还有那个就是 扬州啊 杭州啊 洪州啊 四川宜州啊 这些城市啊 都是达到一百万 或者接近一百万 这个新兴的城市啊 普遍的新兴 那么中国的农业生产呢 就是由那个 原来是东方形的开放 开放形的农业 变成了真正的一个 经济农业 经济农业 经济细作 新修水利 盟产量啊 是唐少要高出一倍 高出一倍 就是现在 在那个 我们在国民政府的时期 农业的水平 大概也就相当的 成熟了 甚至于还不大 甚至于还不大 所以它这个经济发展 比较好 南方啊 这个雨田啊 北方的浇灌啊 这些啊 都会得到不大的发展 再一个呢 它就是对手工业 它对手工业发展呢 因为它要筹系之金 要打仗 要养弹大的军队 要跟那个 那个媚外媚人的 铁款 北方那是 下 北方的不是 北方是 西丹 是西丹 西丹 渺 这个西边的是西下 这个 后来 起来的金 所以 它是 没打一仗就败一仗 没打一仗就败一仗 送 讲 参观音乐 这个 宋贞宗就在北京图书馆里面 高原合一站 蔡仁比里期待了之路 他就坐在北京图书馆里面 高原橋 设了公共集在高原橋 就打一张 从这一块 他们就感觉打仗不行 所以就采取一支委屈求全 他在用的人 一贯的都是一些投降派 这个投降派都是主战一合的 但是仅仅在海外交通 发生的宋朝的海外交通 这个时候就是真正达到了 这个针对市场最终的重点 就是托洛奇的强谱 那么航海大船远远远超过了 这个时候宋朝的航海大船 在世界是第一位的 没有一个比较下 那么宋朝社会 首工业的精细的分工 和首工业的工程的素质的提高 那么其中有的已经开始了 资本体育的模样 所以本来 中国应该是世界第一个 金融资本理系的东西 但是后来蒙古人打进来 蒙古人打进来以后 把宋朝的商业体制作为打卡 打卡了以后 蒙古人有一套罗后的政策 比如说盖入农田为牧场 这些事情的大陆化石制作 这些始终离死了 倒退了很多年 后来胡贝列用汉人 用了燕古储财的建议 那么也带来了 已经有经济的发展 但是还是有比较罗后的状态 所以呢 中国本来明早 明早要 这个 筑片装上了以后呢 就是要开放海境 开放海境 要走出世界去 变成海洋国家 但是到了家境万里以后 又不行了 别的事情 从立所谷的政策 因为发展了谷口 发展了谷口 所以中国从事以后 就是一直是一个瑞禄国家 跟海洋国家 所以把资贵主义发展的趋势 这个势头 让人引了澳洲 所以中国就处在一个摩托的地位 那么这个 他那个 这个 宋子为什么要做 为什么你们高的艺术 韩艺术的底地 有点深厚 要不让人得堪不厌 他不是偶然的 他得知道一个没有文化的工匠 他绝对做出好的 艺术国家 他是这个 有很深厚的教养 对社会的仔细观察 高顾的概括自己的双手 表达到他作为的实际上去 显出了深厚的体验 所以中朝人就看 那个赵康英呢 他是到国地建立书院 到国地建立书院 还有呢 让这个 全国上下 把这个书啊 集中起来 编出来 四大类书 比如文化英华 太平广迹 且苦言归 这个太平于蓝 那这些大类书啊 在中国的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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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华人史上 他是四大功悲 只有后来的余那大典 才超过了他 才超过了他 另外 活字英传的法理 是红书啊 这个法案这个 文化的传作 教育的传作啊 这种很大的这个发展 护修技术 送到持绩啊 你看军摇的图线呢 鲁摇的图线 都是护修技术的结果 那麽西的这个 这个 省慧的 墓西的图线 这些都是这个 这个 很高尚的这个 这个 又 互助技术的见解 各有技术的见解 那么这个 加加古都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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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那个北山黑水 到南海之地沿海岛屿 从这个 东南沿海 到西北高原 或四川国立 老儿妇孺都读书 所以那个时候 大家应该记得 我想的时候 我去就教给我来读书 那时候 送到皇帝班固的孩子的启蒙诗 启蒙诗 这是 千子众一好 文章众耳朝 万般皆下品 唯有读书高 唯有读书高 另外就是 书中自有黄金物 书中自有延语 就说你的小子 你别有一天到晚的小子 你读书吧 读书将来你会坐上黄金打的炉子 非常舒适的 你会取上 圆面像玉一样细热的 美人哪儿华人给你 这还有一点不巧 真是不错 你那语文章读书的 不要去想那些 你真正是公民成就的 最有成大 小小小小小 一个绝对一个来语 你就是长得像个徒哥的 他也会跨着美国 他说书中自有黄金物 所以这一代宋朝 他都是南门上口的 家喻富小的 这个宋朝的皇帝 从来不打击知识问题 宋朝没有一个知识问题 是比皇帝出使的 或者比政务镇压的 另外它是扩大扩居考试 扩大扩居考试 就是不一导则 不一导则 平寒之事 皆可重举 他这个真是 真是做得不错 你看 不一导则 出来的 出来的平寒之事 平寒之事 这可读书 这可读书 这可重举 这可读书 这个传统一直影响到现在 一直影响到现在 一直影响到现在 所以我考大学的时候 读书的时候 只有三万人的城市 我们那个县只有三万人 没有没有钱多 没有钱多 就是 这个 没有工作一说 就是没有就业一说 政府根本不管的 你读书读上就多 读不上就回家 回家跟那爷爷去乌龙去 要卫为中 放中 放羊 就是这个 城市只有三万人 他拥大不下 没的时候是跟你介绍个工作 什么在考试 就没有 你只要你关上书本 读上大学就回老家 这就是误论 所以那时的学生 就拼了迷就输 拼了迷就输 蹦出来了就输了 没蹦出来 现在就 生活能处的这个地方 那么 宋代的瓷器呢 我们现在 它的瓷器的水平是很多 它的水平是很多 那么它的这个 各种 各种各样的这个瓷器 我先处了 五彩瓶争的一个 艺术的北花园 既有为皇宫生产的 宏廷用词 皇帝建议的宏廷艺术 宏廷用词 也有啊 为这个平民卑信 庶民卑信用的 这个时候 后代的事情 真是啊 真是上那个 这个这个 这个唐朝思人写的诗啊 就是 王谢唐全宴啊 推入群赏的卑信家 这个时候啊 真正的一个 那个老卑信的答题 就开始了 用瓷器 啊 用用用用用用用 使用瓷器了 所以各个地方啊 满足于 人民生活需要的 除此 让我们 今天如果有时间呢 我们讲瓷豆腰 瓷豆腰是除此 它除此系组 表较很高的文化素颜 变得很高的文化素颜 我们看着于瓷器啊 我们精神为之一正 感到很惊叹 感到非常惊叹 那么最著名的瓷器呢 还有一点呢 就是瓷器走向事件 瓷器走向事件 我呢 到了一些国家去考察 我这个研究瓷器啊 我是把这个瓷器的发展啊 和这个海上交通 联系起来 我寻找啊 瓷器发展的动力 瓷器推动发展的动力 这个宋朝 这个这个 这个邀尚通 我建议 其实跟唐朝不一样 唐朝呢 是找 找原料 唐朝的首工业组建立池料桌房啊 他是跟着原料走 哪有原料 他哪有汽车的事情 宋朝不一样 宋朝领活原料远一点 宋朝是跟着交通的 我们在外面做考古调查的时候啊 我们俩坐在汽车啊 坐在汽车上啊 有时候在那个茫茫的铁尾上啊 找个瑶尺啊 在宋朝啊 我们就是看 哪一个山 那个山白花花的 走 往哪走 走去 那是池土 准找 一找就能找到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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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宋朝怎么不一样 宋朝就是啊 哎 看哪个是个交通要造 哎 交通要造 这个古代码头有没有啊 有没有码头啊 哪个地方有没有啊 这附近就在那附近的山坑上 最早就了解 啊 最早就了解 所以我们是 远着这个这个 这个啊 远着那个 远着那个 远路交通 通向西北地区 找交通要造 啊 那么这个 南方啊 是找 啊 水路 所以他是远着的 他是追逐交通的 所以持续啊 在四面八方 你看 他东北的持续到宋朝啊 就以警察任务中心 到圆海地区啊 你看 啊 扬州 这个 杭州 啊 啊 这么这个这个 啊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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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啊 啊 港口城市 凡是有跟港口城市相通的 那样是要规模大 生产历史悠久 技术水平高 为什么景边都这么远 因为景边有一个波阳湖 远渡长江 进波阳湖 进入长江 然后走远海地区 航海大船 上海大船 另外它持绩本身也很好 它这个因素促进了它 所以就形成了一个东北 东北亚 东南亚 南亚 西亚 非洲 东北非洲 所以这个就是中国的磁器 这个除了美洲威力以外 中国磁器基本上就是到了世界中 到了世界中 所以这个是 台湾共义的发展 对磁器的发展 是一个巨大的推动 就是宋朝磁器的巨大的推动 那么宋朝磁器最著名的 最著名的磁谣 就是 五大名谣 第五官歌军 然后呢 行周遥 耀周遥 德华遥 景德镇 景德镇 景德镇的清贵池 还有龙泉 吉州 建谣 它是这个 差不多12个 12个 12个 巨大的 池药体系 那么 唐朝磁这个 池药呢 它是乙洲 乙洲秘密 宋朝的磁器 还是原作的乙洲秘密 但是很多 池药体系 已经在跨洲跨县 已经跨洲跨县 形成了最大的规模 甚至影响的 非常深远 原来我们今天呢 我们今天呢 跟大家 第一个讲的 我们就是讲的是 定谣 五大名谣之一 定谣成统 原来呢 就有一个 就是说 有一个这个谣啊 就是台谣 台谣呢 是个存在的 就是那个 定谣 就是 就是定谣 那么 定谣在 把病人情况介绍一下 把病人情况介绍一下 只是我们 我们有一些 可能说 这种总长的总长 总长的政策 有一个人想的 如果你总把那个东西搞清楚 总把这个东西搞清楚 你这个建立的建立 你扎开上来 要是 唯一基础 唯一基础 今天啊 我建议 我那个 配合一位朋友啊 就是 带着那个 德华雅的一个 艺术体的建议 对那个 你看我是这么去做这个建议 你看我是这么去做建议 我根本就是 我开始不去做建议 我不去做建议 我是去寻找 寻找德华雅的发展理层 什么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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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现完了以后 再排比出来 排比了找他的艺术特点 找他的公益规律 然后找一个时代 一个时代 最后 加古董出现 加古董为什么不符合这个邏提 那个加古董 加古董 这个特殊的支出 一下子的出来 国国时期 就是 所谓的 福建会馆 来那些东西 在里面都有 对不对 你这样也建议完 我想 你想一样 你就在最下来打 冰子打你脑子的那样 一看就行 就是前一个星期 前一个星期 因为德华雅 我很长时间没有摸 我们也是忙着别的事情 德华雅 有一个建议的 前天晚上有一个人 他的宿命 得上欢迎来 我得上欢迎来 在班里 就让我建议 我没看过 那上面有霍朝宗 霍朝宗 霍朝宗 后来我得判断 霍朝宗 不少霍朝宗 这是第一 这是第二 这是福建的 东西是真的 但是呢 他绝对不是明朝的 他的方款 不对 霍朝宗是无路心怀 然后呢 他那个 屠杀像 原来中国人 国英的屠杀像 是中年父女 成熟的中年父女 是神像 但是后来人家说不对 所以 国英呢 在印度是男人 男人过来以后 变成女人 所以呢 他一定是 女人男校 那个国英才零的 就是他出现一个 很可恶的男人的形象 然后呢 他那个 这个 这个足有白的颜色 那里特别有自主工业的特征 可以写的 不是 不是 你这个人应该是 网易去的 我为什么能够这么 准确的判断 他非常佩服 他 他非常佩服 他说 他找了很多专家 不少于十个 都说是对的 都说绝对是真的 但是最后我听 李老师的 他说你的 是准确的 你虽然不是说 明朝和朝中 本人的作咒 但是你回 回了 这个东西 本人的面目 本人的面目 他说 真正的值 值钱的 不是把它往上排 而是他就是 那个时代的东西 那时代的东西 螺丝到他生产的那个时代 从那才是最值钱的 那是最值钱的 所以我这个 今天翻给大家 大家也可以回去看看 他怎么斗手啊 怎么装啊 怎么兔尾 索尔 这些 这些啊 我就是根据这些 我一想就想到 那我当时 写的面目的那个内容 跟他一下子 再走 看他 看他 这个啊 所以 多花一点点时间 听听他的背景 对他也更好 而且呢 我们这个都是正式 不是瞎聊 都像杨静佑在上面审坎 我们都是讲 真正的历史 这都是有根据的历史 所以这个啊 这个东西啊 我们这个 多数秒 定样呢 它是在 河北省 需要线 不过大家不要去说 不要去跟杨静佑说啊 说到深刻啊 我问什么 其他线 其他线是简直升 简直升呢 所以简直升呢 还有呢 冬燕山春 冬燕川春 他也要去川春 因为这个外地的那是听不懂 听不懂 就是中燕山春 西燕山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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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范围里头 他那这个质量的面积现在移留下来是 一倍一十七万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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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倍一十七万平方米是一个多么大的概念 大家有没有印象 一倍一十七万平方米有多大的概念 故宫 故宫 故宫的总面积是七十二万平方米 故宫的总面积是七十二万平方米 我在故宫住了很多人 所以他是故宫的一个版 差不多是故宫的一个版 所以呢 他那个 当年呢 我们这个早年的时候 我很年轻的时候 我很年轻的时候 我们去调查 调查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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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谣要要求的时候 当然他是坐这个汽车啊 这个卡车啊 我们在这个车柜头看啊 远远看着 一个肥花花的 一个雅的一次 就像珍珠一样的 拖到了油台上 没有尽头啊 那个 你到了那样子 这个就到了 你就到了 讲和边上 一个台地上 一个台地上 现在呢 因为农民呢 他挖 拿着太阳的一个摇渣 他要那个摇渣 摇渣比较清淡透气 要盖房子 所以 要蝉死这个摇渣 蝉死这个摇渣 摇渣现在变得 大概是几十万平方米 几十万平方米 这个 最毁坏的 这个 古代文化遗址呢 就是容易盖房子 容易盖出这个房子 他是不过一切的 现在也有保护这样 这个 这个 他这个 那么这个 定谣的 他的一个磁土的特性 他磁土的特性 定谣啊 我们看的 北方 他是北方 他是典型的 皇后文明的一个 一个 但是他跟磁土 要相比 跟那个 其他的 这个生命代的 北方的磁土 他最大的点 台体做的不成的保护 台体做的不成的保护 他真的做得很保护 他有的这个 有的这个 这个 他呀 做的一个 他不是有的 三行 到四行 的 甚至呢 他那个透光 他那个透光地 拿那个 灯光一照 他那个灯光就打过去 灯光就打过去 你用手挡住了 手挡住了 手挡住了 灯光就打过去 你就那边看 在那之间 他现在一字 这个呢 他叫透光地摇 透光地摇 透光地摇 透光地摇呢 他是定要当中 极高级的一场品 现在世界上只有几件 你这个 林晋大学博物馆也有件 门敦大学博物馆也有件 那么 还有呢 有一次香港一个 导师收藏家 导师建立家 也是导师手机家 他收藏了一些 那么 我们国内呢 就是那个 透光地摇 没有 叶正宁先生呢 他去调查 发生了几个词骗 那几个词骗 所以将来 如果出现了 叶端除了透光地摇 他就 谈啊 碗啊 平队 主要是灯火打进去 他透过来 就跟现在几个人 博太子一样 博太子一样 他是 做得非常地精细 做得非常地精细 那么他那个 他那个 这个 为什么他会 做得这么薄啊 做得这么精巧啊 做得跟那个 南方的 这个 一般的 这个 所谓的 那个 工具的工具有区别的 这是因为他的原料当中啊 含那个 龟比较高 含那个 龟 含那个 鱼 含鱼 含鱼 这个 就是有那个 鱼 提醒 就是这个 吕鲑少远 作为 鱼鞋的 作为 实际 台北鞋骨押 这个原料 它非常地豐富 那么 它那个 拉扎 概美 这个 碱金属 和减土基础 这些原料相对了 平坦的 所以 它就不能做太后 它的实际 它那个泥土比较硬 所以呢 因为这位是它不应用成型 它那个不好控制 它的口述性比较差 但是它一旦成型了以后 很稳定 再高温 所以丁耀齐齐烧鸡的比较 丁耀没有生烧 行鸟有很多是生烧的 丁耀没有生烧 它都是这个烧鸡很硬的 这个把这个磁器 台体打开以后 台体它就会出现金属的光泽 就是石属的光泽 抽起声音就当中的响 它就非常的漂亮 这个它这个是台体 很致密 台体的断面有石属的光泽 有石属的光泽 这让它的原料的加工比较精细 所以丁耀的磁器 跟人的第一个印象 就是台体精细致密 精细台体致密 那么第二个丁耀的第二个特点 就是它的鱼 它的鱼 它是大家知道这个鱼 是用那个磁土 是用泥土 是用石灰 然后石音沙笔 再加上草木灰配起来 但是丁耀这个磁器的鱼 没有啊 它的配的时候 它有一种金属 有一种物质很功夫 就是这个金属碳 就是金属碳的物质 是碳的物质 是氧化碳 这个金属碳的物质很功夫 这个金属碳的物质呢 它就是 这个物质呢 它是 成水呢 就是雅黄水 就是 就是 白中泛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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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像象牙白一样 像象牙白一样 像象牙白一样 所以这个呢 它是很光 很光明 所以丁耀白是 它是像象牙白一样 它有象牙白的质感 有象牙白的质感 很温润 很好看 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习惯当中 就是 不愿意看得多 死北死北的东西 就像我们的嘴巴一样 太暴露了 太暴露了 这个颜色 太吃眼的颜色 我们中国人是不喜欢的 我们一个呢 要么我们北都犯青 要么我们北都犯青 要么就是元朝或 民初那个 。 要么他就是 这个 他不是高费的 像我们以前 穿的 地球。 这个衣服一样 我记得我想的时候 我们穿一个白的衣服 那是什么的地球。 就是一 biri 在洗衣服的时候 洗干净的时候 在外面方 Euchro natürlich 在一喷水里,要滴一滴南面水,滴一滴南面水,把它糊涂糊涂, 所以南面水的意思就是使白度发轻一点, 发轻一点就是白的含蓄一些,在四川因为它闷热的凉快一些, 实际上是增加了一种观看的,事实上实际上它发展有一定的阶段性。 早期的电影它是蛮右梢的,底竹是我们为的,用电竹是我们为的, 口远部分是上蛮右的,口远部分是上蛮右的, 就是像这样的秀,这是一个雷瓶,这个上面它就上个右,一再翻译。 这次也是一个地方的,这是这个白宋初期的, 就是这个,赵康应陈销兵殿是九百六十年, 九百六十年建国建了两年, 九百六十年建国以后呢,在那个前三十年, 前三十年时期,丁雅梢的瓷器啊,它都是满右, 各方面都是满右,那么到了这个九百九十年,一千年, 一千年以后,一千年以后,那么这个, 那个,由于统治阶层建筑界对生活的讲究,对生活的奢侈, 那么对瓷器啊,满足不了他的要求啊, 他啊,在瓷器上面呢,要像金口,要像银口,要像铜口, 他在瓷器上面,要像金金,要像金口,像银口,像铜口, 这样呢,白的瓷器啊,有相金口,有相银口啊, 那么他就啊,简直啊,很那个,很豪华,很气派,是吧,很气派, 但是大家,各位朋友都知道,这个瓷器啊,它很硬的, 它的硬度是七度,金刚石啊,是十度, 所以呢,它这个瓷器啊,又硬,而且定要瓷器啊,又薄, 它挺又硬,又脆,一样,上面有玻璃,这个意外很光滑, 你要在上面就像一个金口啊,你真是镶不上去, 你真要一镶就滑,一镶就滑,对不对,像银口也是一镶就滑, 所以后来啊,为了满足这个要求, 为了满足这个要求啊,工匠呢,就采取了一个办法, 你不是要镶这个金口相银口吗,你还没镶好啊, 这个瓷器啊,一镶就打碎了,怎么,要把那个瓷器可谓上能够刮掉, 要把瓷器可谓上能够刮掉的话,那就是要,要金刚钻,要钻石要刮, 要钻石要刮,但是呢,工匠呢,是非常智慧的, 你不需要吗,需要是推动,是会刮在你的洞里,你需要,你需要这个,想办法, 那么他怎么想办法呢,工匠呢,在他那个,在他那个制作陪体成型的时候, 在制作陪体成型的时候,他那个陪体删了钮了, 那样的一定的干度了,那么他把它放在这个轮盘上, 他说轮盘上那个陪体啊,跟那个瓷器啊,就是非常松软的,非常松软的, 那么他就拿着一个刀啊,对着那个口啊,一进步了,就把轮盘一转, 突出一下,那一层又刮掉了,然后再刮里面的口就没有用, 那个用意烧出来呢,就没有用,口也就没有用,这个是很容易做的, 对于工匠来说,举手之劳,但是这个就是可求,就是智慧, 如果是这个傻瓜,如果那个傻瓜,你这个, 傻瓜呢,持续丢过相亲口,对吧,他要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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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把这个纳子背上来刮的,根本刮不下来, 甚至啊,你以后还没刮下来,你这个已经刮破了, 但是工匠你做的是吧,这个,一件东西放在这儿,他刀了你, 所以,钉铁这个地方,轮盘一转,不到一分钟, 不到一分钟,一个条件就做出来了, 所以这个就是智慧的财务,所以人的智慧啊, 所以为什么这个工历保密呢,法民保密呢,就是这样, 这个,这个科学的法民呢,错穿了就不值钱, 错穿了就不值钱,他这个就是不要错穿他, 就是不要错穿他,就变成商品的价值, 错穿了就熟悉他的价值,所以呢, 他们呢,就一下子就做出来了, 做出来了就产生了非常好的磁器, 那么你去啊,香金口,香银口呢, 你就非常的高雅了,非常高雅了, 而且香起来一句, 但是碎盘,碎盘,香起来一句, 就不会掉落了, 不要了,这个时候工店一看他, 诶,这个啊,你这个东西啊, 不只是香金口,香银口诶, 你不只是香金口,香银口诶, 你看原来啊,你这些子气啊, 它是用霞伙,用霞伙来烧,霞伙来烧, 那么一个霞伙呢, 最少一个就是说, 起码一个十二平方,十二厘米, 到二十五厘米,到二十四五厘米, 到二十四五厘米, 我在龙泉重庆, 我在龙泉康复法院重庆, 一个霞伙最小也有十二厘米, 那个霞伙是固的用的, 基本上就是, 它们应该四五厘米, 到这个,到这个, 二十四五厘米, 这样, 一个霞伙, 但是这个, 这个霞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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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霞伙就是, 它是不霞伙, 不霞伙, 它是不霞伙, 不霞伙, 保护它的, 这个霞伙, 跟那个, 跟那个, 这个霞伙, 跟那个霞伙, 跟那个霞伙之间, 都不能霞伙了, 一霞伙啊, 就报废, 一霞伙, 一霞伙就报废, 他这个霞伙就下不来了, 一霞伙就报废, 但是这个时候, 时期她又满口了, 她又出现了满口了, 它满口了, 满口了, 它就毒药, 毒药这个霞伙, 所以就把这个霞伙就报废了, 报废了, 它就滑面了这个, 滑面了这个, 这个这个电圈, 这一个圈, 这个电圈呢, 是不霞伙的一个圈, 它的普遍结构是这样, 那么这里呢, 就放一个, 把这个磁黑, 放到这里, 然后这里, 这里放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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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 再换一个, 那么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叫做直圈, 这个直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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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直圈呢, 它一个的高度, 就是2厘米到3厘米, 到3厘米高, 甚至2厘米, 甚至1.5厘米都有, 它一个直圈薄薄的, 用磁胎, 那个磁做出来, 做出来呢, 它一个一个, 一个一个, 一个, 一个霞伙的范围啊, 它要烧多少时间, 要烧七八件, 甚至十几件, 所以呢, 这个, 这个, 同样的一个窑的位置, 同样的一个窑的位置, 把磁破废除了以后, 改用直圈, 改用直圈, 改用直圈烧的时候啊, 它可以提高产量啊, 8倍, 甚至到16倍, 那样, 节省的空间, 节省的原料, 节省的燃料,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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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省的少程时间, 所以呢, 成本大幅度的下降, 所以这个时期啊, 这个, 提高了产量, 出现了陶瓷手工艺的发展, 定要于发明这个东西以后啊, 定要发明这个东西以后啊, 它就, 这个, 很快的紧着这小国去了, 啊, 然后呢, 安徽, 樊昌, 这个浙江的江山, 啊, 还有广东西, 这个西山谣都属于它, 所以定要这个法, 这个法令以后啊, 对中国啊, 啊, 陶瓷工艺的发展, 啊, 啊, 跟陶瓷啊, 降低成本, 口气到民间起来很重要的, 这样, 这个, 所以, 这个, 这个定要瓷器啊, 它是一个盲口, 它有很大的一个特点, 它有盲口, 这是一个特点, 啊, 定要瓷器它有盲口, 所以, 这又是一个, 啊, 那么, 那么, 再有啊, 这个定要瓷器啊, 很讲究装饰, 定要瓷器啊, 非常的讲究装饰, 啊, 非常讲究装饰, 那么, 这个装饰呢, 它, 它有那个, 这个寄成了我们传统的这个,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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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呃, 打得, 呃, 呃, 还有呢,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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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点彩 所以它很小就是装饰 它的艺术性大大的提高很小就是装饰 它的装饰的特点呢 这个壳花 重要的壳花 它是非常讲究城市的 壳花 这个同学们你们记住啊 这个什么叫壳花 在直系上的花纹呢 用雕刻刀刻出来 雕刻刀刻出来一个斜刀 让花纹一层一层的刻出来 所以它是一个斜刀 一个束刀 它有两个刀法 刻出一个线条 两个刀法刻出一个线条 那么这个就是它有这个 这是一个 另外它花纹有层次 花纹有层次 这是刻画 那么一记慢慢的刻这个 但是呢 那个 不是那么很张扬 很张 brilliant 很张的刀刻 concerns 就是啪啪啪突开下来 但是慢慢的刻 刀穆呢 很有层次 很有这个 这个 这个画面呢 讲究繁画事情 带著繁画事情 带着繁画事情 内容呢 也比较丰富 另外还有画画 画画画那些就是有限刻一层 限刻它呢 它是用真正的击符 Gardens 在这个画面 最终的组织华文 组织华文 华文的特点是文清线细 文清线细 华文在一个平面上没有层次 没有层次 华文在一个平面上没有层次 这个镂空就是把它刻透 雕塑上面有树 你看像这个 有雕有树 这是童子宋金湖 它的雕塑 它是分钻制作来展结起来 所以很讲究艺术性 那么丁耀此起 它有很多的特点 很多的特点 现在我们要跟各位讲几个丁耀的专有名词 丁耀的专有名词 丁耀的 这个黄石研究丁耀 就离不开专有名词 专有名词 那么一个就是叫正定 这是北定 这是北定 北定就是指东西遥藏 东西遥藏 东西遥藏就是在河北省瞿耀心的简直称 它这个是北定 这个是北方的定谣 就是指北方的定谣 这个巨大的东西遥藏 这是一个端名叫北定 还有一个就叫新定 新定